聽人網絡 哈囉 大家好 今天我們剛被打到 就是UI跟UIC的主要與否比較重要 看童影片就覺得差很多 今天要講臨時證服 先自我介紹一下 大家都叫我HC 然後就是我的中文旨意 然後我是層次設計師 然後現在也兼職當一個攝影師 不小心參加一些比賽 不小心拿到一些小獎 那現在在拍的是台灣的海岸線 就是為台灣的環保做一點貢獻 好 不能問問題嗎 真的嗎 有聽過GTV的舉手 大家都聽過那就結束了 好 那我們先看一下這個 經濟動能推升方案是什麼呢 我們很想用幾句簡單的話 讓大家能夠了解 但是幾句簡單的話 實在無法說明這麼多的政策 因為經濟發展需要很完整的規劃 經濟才能懂得起來 所以這些方案當然很複雜 重要的是很多事情正在加速進行中 說破嘴不如跑斷腿 聽經濟做就對了 這個廣告有人記得嗎 有 大家都舉手 但是2012年底的一支廣告 就是行政院經濟部的一支廣告 然後就加速燃燒的稅金跟司空的檔選 那那個時候呢 就有一群人 他們原來要參加Yahoo的Open Head Day Open Head Day應該是在2012年10月的時候 那本來也想好題目了 然後其實就也imprint了一些東西 但看到這支廣告之後呢 就整個怒了 然後對 就把整個題目撕掉重來 那 所以我就得了一個小小的獎項 大概五萬塊的獎金 那這個就是 當初參加Open Head Day的四個人 那後來也是這四個人就是 Jimmy的Founder 那那時候 參加Open Head Day做了什麼呢 基本上就是這個 就是 縮破準 拋斷腿 那我們的錢到底都去了哪裡呢 就透過視覺化的方式 來讓大家了解說 各位獎項的稅金去了哪裡 所以你就會看到說 比如說交通支出有多少啊 國防支出有多少啊 不過後來有人覺得說 這個圖還是有點不容易懂 就會產生了這張圖 所以每年勞工委員會 大概花了800多億 就是14億份雞排加真奶 你就會有一些感覺說 我們的錢到底花去了哪裡 那可是做完這件事情之後呢 2012年其實還有更多的事情 包括都市更新啊 然後那時候還有官場功能 所信心在勝訴的 然後媒體壟斷就是黃國昌 就是爆紅的那一次 然後那時候還有美麗彎 那核電當然也有 那就是食品安全 所以他們就在想說 那只靠四個人 然後做了那個東西 事情就會解決嗎 好像覺得不會 然後拿了五萬塊獎金要幹嘛呢 就去吃了燒肉 四個人吃了一萬多塊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那剩下的錢其實還剩下三萬多塊 那就來做個臨時政府吧 那臨時政府想要幹嘛呢 基本上就是拆政府原地重建 所以就辦了所謂的黑棟 因為好像這個是大部分都跟創業有關 所以這個應該比較不需要解釋吧 那黑棟的話就是黑客加馬拉松 所以這一整天就一直都在吃 有沒有就是根據不質不滅 天理魚要有吃才能有動能 結構 所以基本上三萬多塊就被拿去買食物 所以就在2012年的12月 就舉辦了地靈式奉雲開亂黑客松 那是在中研院 那所以經過從2012年12月到現在 就是應該有七次還八次 我已經數不清了的黑客松 就是大型的黑客松 那現在的話大概是 固定每兩個月舉辦一次大型的黑客松 那雙月大型黑客松 然後單月就有小型的黑客松 然後每個專案有時候就不定期 會有小型的自己的專案的松 這樣子 所以現在GV還蠻忙碌的 所以經過這一年多來 大概也做了不少的專案 那我們舉幾個專案來給大家看一下 這一個是新聞小幫手 是如果大家每天都在看Facebook 然後就會看到轉貼一些新聞 那這些新聞有些其實是假新聞 那就可以透過新聞小幫手跟你說 看了這個新聞已經有人回報 它可能是有問題的新聞 需要再去查證 那這個其實是一個 Firefox跟Chrome的bucket 所以你們就可以自己裝 那不過上個月吧 上個月有人把Safari的也做出來了 所以基本上大部分的browser 除了I must die之外 大概都可以用的 然後另外一個就是政治 那我們常常說選民是健忘的 所以每次發生完事情之後呢 到選舉的時候大家又忘記了 所以政治基本上就是透過Timeline的方式 讓大家瞭解說這些大事 在每一個時間點到底發生了什麼事 比如說美麗灣從一開始要開始見幾年 然後到哪一年訴訟 第一次上訴失敗之類的 這些東西都可以幫我們記錄下來 所以以後我們要選舉的時候 我們就會去看 然後就會知道說 其實事情還是非常多的 那這一個是所謂的空氣污染 所以它有各式各樣 比如說PM2.5PM10之類的 那你就可以看到即時的 台灣的空氣的狀況 那是那個某一天就是空氣很差 然後就有一個想出門 但發現空氣太差了 呼吸道相當不舒服 只好留在家裡 一路之下就抓了氣象學資料 然後就做出了這個東西 那這個是猛點 就是其實它是聚因一個蠻大的project 那基本上 這是在第一次 就是第二次的第一次 對 對不對 大家聽不懂嗎 就是index從零開始 第二次的第一次 對 就是 如果你還沒聽懂的話 你可能不是programmer 對 好 就是在那次黑客送的前一天 然後有一個在美國Google的工程師說 他想要遠端參與 然後因為他 應該也是一二年左右 就帶了兩個小孩去美國 就relocate去美國 然後他希望小孩的教育不能等 所以那個中文的中文還是要顧好 但是教育部的中文 資料非常好 但是見面非常糟 然後資料又跑不出來 所以他希望就是initial這個專案 然後所以隔天就大概把資料都抓下來 然後做了一個非常容易使用的癡點 然後我不知道大家為什麼對教育非常的有期待 所以這個專案現在已經非常的奇怪了 就是可以用筆順 大家知道筆順嗎 就是他會教你寫中文字要怎麼寫 然後現在還可以當癡點 因為有一個法國人來臺大念書 然後他也加入這個專案 所以現在這個專案就是 盟點基本上可以做中文 台語文 德文 法文 英文的翻譯 所以這是一個非常大的專案 那大概固定都有所謂的盟點收 然後另外就是立法院的公報 那大家可能不知道 就是因為大家也不太在意 立法院公報基本上都會有釋出 但所有釋出的公報都是PDF檔 所以你基本上也不能去標註任何一個案子或立法委員在做的事情 然後你也沒有辦法去做社群或者做任何的分析 所以就一群GVB的programmer就是Path的這些PDF 然後標註比如說某一個委員 然後質詢了什麼 然後哪一個官員回答了什麼 然後所以你之後就可以很容易去看說 某一個委員他對哪些議題比較關注 然後不小心有時候在做的時候就會發現這種東西 就是我們是老朋友了 對 我也不知道質詢跟我們是老朋友有什麼關係 然後另外就是 這是最近的一個專案 就還 應該是前兩三個禮拜吧 那這個是我們去抓國衛局的資料 那就是他會有每年每個鄉鎮 各種癌症的發生個數 見數人數 就診人數 那這個有什麼用呢 其實這個以前都不會有感覺 然後 因為去年有一個公視的就是PNN的記者 然後他同時也在做攝影 然後他出了一本書叫南峰 那他在書裡面就有分析說 從某一個就是從六親在彰化蓋場之後 就是附近的鄉鎮肺癌的比例有提升 所以我們就發現說這其實是一件有趣的事情 然後前陣子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注意 就是有在講中立的甲狀腺癌的比例比較高的這件事情 因為就是有人說 因為中立有放核廢料 所以容易導致甲狀腺癌 所以這個其實 這個因為資料剛爬出來 然後 就被打到 就是UIA也很醜 然後 就是這個病人也不好 好 那我們現在有在想找人來解決這個東西 但這個是非常有用的資料 因為他的資料是從非常久以前的 像這個可以看到1979年就有資料了 所以其實你可以看到每一個鄉鎮 他在各種建設之後 他也許有一個特殊的癌症會有一些變化 那這種東西拿來分析其實是非常有趣的 非常有用的其實 那除了這些專案之外 其實還有更多的專案 那 有興趣的可以去看這個列表 然後 大部分剛剛都有提到過 那基本上所有GV的專案都是有分授持的 因為所有原來參加這一群GV的 一開始的這些programmer 大概都是open source社群出來的 包括我自己 那我自己是辦了大概十年的 四幾年的open source conference 好 然後 當我們做完這些專案之後 我們就發現說 脫江的政府來自不善盡責任的公民 對 因為大家就是投完了PR然後就 開心一天痛苦四年 所以我們就繼續要去想辦法找到更多資料 然後 希望這些資料可以讓人民有更容易 把你去看那個口袋200塊的新聞 把這些時間拿來看一下 就是我們的政府到底在做什麼 所以 因為是programmer 所以他們就非常喜歡用地幅的這種方式 對 所以你就會看到說 某一次的總統副總統選舉霸原法到底修了什麼 就是原來是什麼 然後新的是什麼 那另外就是 大家知不知道 就是立法院有所謂的ivode 就是ivode 那基本上 這個東西就是立法院的院會在進行的時候 還有做即時轉播的 對 然後 這當然是我們納稅人花的錢 但 大家知道ivode 它的archive是多久 有沒有也知道 如果我沒記錯的話 因為我不是參加立院專案的 但我有聽他們在討論 如果我沒記錯的話 應該是三年 所以 很有可能 有些東西 在下次選舉的設定已經看不到 但 現在 我們今天都把它轉到YouTube上面 所以 希望可以 之後讓大家可以更有東西去看 那後來有一個就是沃草 就是一個公民團體 他們現在比較積極在做立院相關的轉播 對 國會無雙 然後另外一個就是 這也是最近非常紅的專案 叫做 政治現金資料庫 對 然後 大家知道政治現金其實是非常重要的東西 就是 陽光法案 可是呢 這些檔案要怎麼拿出來 可能很少也知道 就是你必須本人去到監察院 然後你要帶證件去 然後申請 申請完了之後要列印 所以 雖然是用我們納稅人的錢 但是你要印出來 你要拿資料出來 還要付錢 請他們幫你列印出來 對 所以 這其實非常不合理 然後 拿出來就是也是紙本 就很困難 所以現在就在發動就是 希望大家可以去監察院把資料印出來 那我們現在已經 可以把監察院的資料 因為是圖檔 然後轉成pdf之後 再用pdf parser 把所有的欄位 用出來 但這樣子還是有點困難 就是 因為你現在這邊看不到原來的圖 就是它印出來的東西都有符水印 所以 所以 你要用pdf去做 其實是有點困難 所以我們就用pdf parser 就是鄉民的力量 那 其實還不錯 就第一天大概有 第一次上去的時候有六個 有六個立委 然後大概有六十萬格的 就是我們稱這樣子一格 就是六十萬格的資料 大概一個晚上就做完了 對 就是鄉民還是蠻有的 一樣 然後我們就可以看到有趣的東西 比如說這次朱立倫的 某一次立委選舉的支出 然後我們就 都犧牲說下去零五百 對 因為那支出有一大排 都是每個人發五百塊 萬一是走路工嗎 那另外就是立委投票指南 那這個基本上就是 現在已經有抓 就是我們從立院那邊past出來的資料 那未來會再跟整個立院 包括那個 invod的那個 我們轉到youtube上面那邊 再結合更緊密 就是做成一個大的立院 project 不過基本上就是現在其實有蠻多資料的 所以你可以看到 嗯 蔡政員的 包括他提了哪些法案啊 然後 他的財產就是我們剛剛從那個 監察院印出來的那個資料 然後你也可以看到他 嗯 脫黨 投票紀錄 對 那就 不解釋 然後我們就會發現說 嗯 就做一多東西你就會發現說 其實台灣的代義民主是不是有點問題 對 嗯 沒有有人要保守 好 好 你就會發現說 你現在要怎麼去選一個立委 你已經不知道了 因為現在可能有十個議題 然後十個議題 就算是非常有良心的立委 雖然可能找不到 然後他可能只有五個議題 跟你的意見相反 或接近 或一樣 就算完全一致好了 但他可能也只有五個議題 那你要把這個票投給他嗎 因為你十個議題 你可能找不到十個 就是完全跟你意見一樣的立委 那可是這個是代義政治的必要之惡嗎 所以我們是來思考這個問題 那我們就希望 我不知道各位有沒有聽過德國的海盜黨 那德國海盜黨基本上就是 也是一群鄉民組起來的 那所有的決策 就是透過所謂的liquid feedback 就是有一個 他們有一個系統 那所有人都可以在上面 發表意見投票 然後所有 投票出來的結果就是 這個黨要去執行的政策 所以這個才是 我們覺得可能會是比較好的 那這個 我們也跟德國海盜黨那邊 原來有取得聯繫 但德國人跟台灣人非常不一樣 就是 因為我們拿到那個東西 一開始就是裝寫 因為它是open source 一開始裝寫 然後就沒有人會用 就是界面非常難懂 然後跟他們討論過之後 就發現民族性是完全不一樣的 德國人要先用一個東西之前 會把所有的說明書全部看完一次 但是台灣人完全不做這些事情了 所以 後來我們就決定說 應該是要重新設計UI 不過後來 liquid feedback 他們自己要出新版 所以原來的版本 就應該是不用了 那最後討論 可能台灣這邊會 就是做一個類似的系統 那我們就稱為動民族 所以動民族現在也是 就是GV一個相當大的專案 那這個是另外一個線上系統 就是我們現在在參考這個系統 這叫lumio 也是線上的決議系統 然後所以做了這麼多之後 你就會發現說 其實 革命不是請客吃飯 民族不是選舉動算 不是你選完了就沒事了 其實大家要監督政府 要監督立委 好 所以講到這邊呢 我們就可以來瞭解說 那GV到底是什麼東西呢 然後 就會有人寫這個東西 呃 GV的缺點 到底是什麼 就是 太強了 讓人覺得自己很沒有競爭力 然後 覺得應該攪碎給GV 就還蠻好笑的 好 那是苦手 那實際上GV就是 有一大堆的人 然後透過 open source的形式 然後 嗯 有些公民精神 然後參與一些 嗯 社運團體 啊 就是 集合起來的一個 嗯 不算組織的組織 不政府組織 Essentralized 好 所以如果我們要形容GV的話 大概就是 嗯 可以看紅色就好 只是 基本上我們就是希望做一些 嗯 資訊透明化 所以我們 主要著墨在 open data的部分 好 然後 嗯 然後 專案成果不屬於GV 所以 因為是open source 所以 所有人 想要用就可以直接拿去用 然後沒有負責人 也沒有代言人 所以我今天不是代表GV 對 我只是不小心是 有參與一些專案 嗯 所以主要精神其實就是 就是decentralized 然後所有的專案就是 獨立的 那 而且獨立的獨立就是 如果你做一做 你覺得不爽 就是大家意見跟你不一樣 也無所謂 你就fork 這份sauce code出去 然後你可以 令其如照 所以 嗯 如果GV被 不小心被盯上了 我們就 把這個名字換掉 然後 另外換個招牌 不是啊 好 那 就是 每次都有人說 GV大概有多少人 然後沒有人可以算清楚 到底接近有多少人 不過這個是 那個 IRC的 LOG 統計 那 大概 總共有800 現在應該更多啦 就是 某件 吃香蕉事件之後 應該更多了 對 然後 然後 就有人質疑說 那麼多人 然後 這種模式 到底能不能walk 就是 你那麼多人 然後 大家應該怎麼合作 或者是這種模式 到底能不能walk 那 其實 OMSauce已經有 最少20多年的 發展 歷程 所以 至少可以被證明說 這樣子的 forward model 是可以成立的 那 好搜集這件事情 也被證明是可以成立的 然後 這張圖其實就是 Wikipedia的 條目的數目 大家可以看到 就是 一開始 Jimmy 在 沖愛Wikipedia的時候 他就覺得說 我們可以讓人家 summit這些條目 然後我們來審 審 覺得OK的話 我們就讓他上去 然後 這個是發生在什麼時候呢 大概就是 大家可以看到最左下的 大概2001年開始 所以到2002年尾的那個時候 基本上都是有經過moderate的 然後 後來 因為這個是 STAR 可能一開始是STAR 然後就發現說 這個model其實不可信 然後 沒有人力 應該是沒有人力呀 那個 moderate 沒有 然後他們後來就說 那就開放讓大家 閃密 然後這些所有的條目 都可以公開的編輯 從那之後 就會發現 數量 成等比奇數增加 然後 就會變成 大家現在看到的 Wikipedia的模式 這是一個非常成功的 最典型的 cloudsourcing的 範例 那另外一個也是 就是所謂的 open stream map 那大家可以看到 現在就是 在 上面移動的那些點 就是粉紅色亮的那些點 就是 已經被 標註過的 街道 那這個也是透過 cloudsourcing 就是你走到哪個地方 然後你就可以去點 就是 那些街道到底上 怎麼樣子 不然以前的話 大概 所有的街道資料都是被 控管的 或者是被 商業公司控管 或是政府 然後不公開的 另外一個 例子就是 就真的是 open source的例子 那 ngu.js是 很新的一個 Node.js上面的一個 的一個 的一個 那這個是 google開發的 然後他們 open source的出來 所以你可以看到 其實有 7000多個fork 就是有7000多個人 把這份 原始碼拿去 然後 做現在的事情 之類的 然後有 非常多的contributor 700多個contributor 700多個contributor 所以其實這個模式是 ok的 這些工具是 被證明是可以用的 那接下來我們來討論 如何參與 JV 我還有三分鐘 ok 第一個就是 你可以去 訂閱 JV General 這個 mailing list 在google group上 非常容易 這個是 最沒有門檻的 那 稍微有點 門檻的就是 我們現在是 用IRC 就是剛剛有畫那個圖的 就是 討論 或聊天 然後這個 基本上24小時 大概都有人在 所以 但這個 比較窄的人 才 才會用 所以 有興趣的話 可以上去聊聊天 然後 因為所有專案都是 Open Source的 所以你可以在 Github上面看到 那 Github就是 你就上Github 下去 就可以查得到 再三個分鐘 歡迎 然後 如果發現有問題的話 就 歡迎Page 那另外 當然你可以參加 那個 黑棟 那上一次是 4月底 所以下一次應該是 6 我想想看 沒記錯的話 應該是6月21號 禮拜六 在中英院 然後 報名的話 就 我們都是用Katex 所以 有興趣的話 可以 查一下Katex的 GNB 就可以看到 相關的活動 所以除了 每兩個月的大送之外 像這裡就是 還有小送 就是5月25號有 蒙點送 然後 雖然是要蒙點送 然後就會有一大堆 其他專案 會混進去一起送 這樣 然後你可以提案 就是 你可以想做什麼 然後就去 GNB提案 那提案的話就是 基本上現在 GNB都是用Hackpad 在做 那個 共幣 然後 除了這個之外 就是 如果你們有一群朋友 已經非常熟了 然後 你們想做一些什麼 那基本上 就可以組團打怪 對 然後就是你們 就是做一個專案 然後 當然就是要遵守 就是 至少要是Open Source 然後你可以把這個 Repository放到 GNB裡面 那也可以 那如果以上 都沒辦完的話 就是 至少 那個 我們 11月8號要辦 Summit 所以現在還缺 工作人員 志工 然後當然也缺 贊助 各位有 有 所以不管怎麼樣就是 就是 就是 反正有各種各樣的方式 可以開始 所以就做了吧 那 其實 雖然到2014年的 還有一大堆問題 就是 衛帽啊 然後年底要選舉啊 然後全都國會 然後 隔天 看起來暫時沒有人要理他 食品安全 好 所以最後20秒 就是 就 不要問 為什麼沒有人做這個 先承認你就是這個沒有人 好 所以 嗯 當然算命很容易 但 如果看到有什麼 看不下去的就 自己捐起袖子來做事吧 好 謝謝各位